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大巨蛋体育园区正式签约新建 在陆续展开的邻里说明会中 台北市民才发现 原来大巨蛋的规划设计充斥着商业气息 人们开始无法理解 大巨蛋的体育梦究竟实现谁的利益 台北大巨蛋体育园区 坐落在松山烟场附近 引发古迹保存与开发建设的争议 但是在正式设计图出炉之前 没有人了解 这座纠结台湾体育院景的体育园区 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各位伙伴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个机会 来到我们关乎国小 跟各位家长 各位老师 来做一个报告 说明 就是我们市政府因为受到市民的期待 希望新建立所尽大 我想这是一个台北市 在整个公共建设 我们列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台北市政府的公共土地 就投资将近250亿 但另外这次远熊集团 他们得票也要投资将近200多亿 来新建 位于光复北路与中校东路的 长方形区域中 规划两个不同的BOT案 以松山烟场为本体的方块区域 属于松烟文化园区BOT案 外围L型的区域 属于大巨蛋体育园区BOT案 两者分属不同标案 在台北市政府与经营企业签约后 陆续展开园区附近的邻里说明会 在完整公开的园区设计途中 台北市民才发现 原来体育园区如同一处巨大商圈 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区分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蛋是放在西南角 然后呢我们在西北角那里会做一个百货公司 然后就是我们的中州广场 然后在我们中州广场 在东半边这边呢 我们会做两个观光旅馆和一个办公楼 面对巨蛋园区成为新兴商圈的结果 参与会议的市民纷纷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这不是完成体育愿景 而是造就商业利益 既然是文化学员区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商业的东西在里面 那这些东西跟巨蛋比起来 我们可以接受巨蛋 但是巨蛋的周边一定需要 这么多的商业的东西来衬托它吗 我们当初被告知要盖大巨蛋 还有一个文化体育园区 我们需要的是绿地 需要的是给孩子一个健康 一个自然的环境 现在全世界都在吹出个SOHO风 乐活风 我们到台北市呢 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城市呢 你怎么跟全世界在开倒车呢 现在其实我们开发的范围 就是比较花费的部分 你珍贵的跟我们珍贵的目标 好有办法你这些书都不要当 让你把巨蛋盖起来 我刚才会想起来讲 说现在大陆一直在盖公园区 为什么他们也在建设 我们事实上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图带人 我们尝试的在建设 专业的需求变成专业的预会 不是把你的专业加在居民的身上 请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也是尝试在 往华与华 还建设的一个空间去取得一个地方 这座新建于1937年的烟厂 在荒废近十年后 人们才在荒烟漫草中 发现它的美丽 在陆续指定巨大的松烟厂房 联动的长廊仓库 以及重要的锅炉间等等古籍建筑后 却遗忘松烟的区域特性 松烟的珍贵 在于时光流逝之后 它是台湾少数完整以区域形式 保存历史文化的古籍园区 在生活与生产的不同区域配置中 呈现日治时期的工业城风格 成为台湾工业发展初期的见证 纵使生产工厂外的生活区域 在后期陆续进行改建 但是随之而来的森林景观 形成更珍贵的生态价值 大巨蛋的新建当然不能 也不会破坏古籍本体 但是却在区域设计上 破坏松烟文化区域的完整性 更破坏难得的独食律废 让台北东区完全成为水泥事件 你们说你们规避了松山烟团 整个的最珍贵的地方 对不起你们现在的开发案树 最多的是这里 全部的树都在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原本就是古今 你本来就不能动 你长得很好听 你规避了整个地方 这里你本来就不能动 那你现在这些红色区块 你们的开发图里面 你规避了哪一些地方 都没有 松烟现在的 从对面道路照上去的空照图 这么绿的一个地方 你要把它做成一个水泥的空地 东区真的没有功能 谢谢 面对市民的种种疑虑 市府一面召开说明会 进行沟通 但是砍树整建工地的行动 却在背后展开 我们来这里是树木 树木有些杂木 现在这里是杂木 毁掉我们有牌子 都是要刷刷的 以整理杂木为由 大巨蛋园区内的 未规划保留树木 陆续遭到砍除 成堆的树干残骸 宣告台北市区最后一片自然森林的消失 你平常砍了那么多树 那些不要的树 你们都扔到哪去了 面对市府一边沟通 一边动工的做法 许多市民展开抗疫行动 前往工地为老树紧命 做法后市的这个直径 是超过80公分 它现在一公尺 已经超过老树的标准 所以就是 这个是超大型的老树 所以会要值得保护 你要值得保护 你脚要移走 你怎么要保护 你肩要刮在哪里 肩要坐在哪里 你怎么移动 台北市政府公园区的做法 即使我没有信心 我具一个简单的例子讲 警察局 新盖大楼 那么它出口的前面 有一个很大的风势 它也一到旁边中了 但是那一棵也死掉了 所以现在说 鱼了 佛存率高了 都是敷衍的 都是敷衍的 所以 我绝对反对 移动这棵树 砍除树木 公园处已经过核准为由 区分杂木砍除 移植他处 甲植后移回等做法 做出说明 但是抗议市民 在检视程序后 才发现 变更设计后的体育园区 依法必须重新还评 还评 还评之前 工程根本不该动工 他旧的环境影响评估已经过期了 三年前做的 现在已经过期了 他现在环境影响评估要重审 然后第二个 他的老术保护条例也还没通过 第三个 都市设计审议也还没有过 第四个 航高限制放宽也还没有过 所以他最早 现在还有四道程序还没过 再来是 他公开说明会还没有开完成 他根本就不应该今天 现在不应该去移植这个东西 所以你应该在环屏做完以后 所有的事情都定案 确定要盖巨弹 书要去哪里再说 那时候再来做 不应该是先斩后走 反正我先把书弄光光了 程序未能寻法完备 但是树木砍刀死亡 大巨弹的愿景 开始充满城市的粗暴 松烟大巨弹 台湾的文化体育梦 在充满商业气息的大巨弹动工后 大巨弹的利益就竟为谁而存 未来松烟文化园区的规划 在BOT的商业思维下 会不会又将是另一场的文化梦碎 将利益归还市民 国家土地因为人民创造幸福 无论巨弹 无论松烟 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